Hello,大家好,我是路易斯 你是否有晚上吃宵夜或零食的习惯呢? 这个报告研究的是 断食尤其是晚上空腹对保健的效果 研究对象是2413名患有乳癌的女性 这组女性的平均年龄是52.4岁 平均体重指数BMI是27 数据显示 晚间空腹时间低于13小时的女性 乳癌复发的几率 比晚间空腹时间高于13小时的女性 要高于36% 为什么晚间断食或空腹会降低乳癌复发率呢? 研究员提出两个可能因素 第一,断食能有效降低血糖值 研究显示 高血糖是一个会提高几种癌症 包括乳癌发病率的风险因子 数据显示 患有糖尿病的女性 罹患乳癌的几率会提高23% 所以,降低血糖不仅能有效避免罹患乳癌 身体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休息和修复 更加健康 因此,癌症的发病和复发率都能降低 在此研究报告的数据也显示 这组女性晚上每增加两小时的空腹时间 总睡眠时间会增加0.2小时 显示空腹有增加睡眠质量的效果 晚上空腹时间指的是 进食了晚餐之后 到第二天吃早餐之间所间隔的时间 现在,宵夜或零食等食物非常容易取得 所以,很多人在睡前都还在吃东西 第二天一早起来马上又吃东西 很多时候,晚间空腹时间不超过8小时 就是,除了睡觉之外 其他的时间都在吃东西 这种生活习惯会引起血糖升高 以及降低睡眠质量 导致提高罹患癌症、心血管疾病 及其他慢性病的风险 所以,只要对进食的时间做出调整 尽量延长晚间空腹时间 就能达到良好的保健效果 如果没试过断食 可以从12小时断食开始 比如,从晚上8点空腹到第二天早上8点 习惯后慢慢增加一天的空腹时间 要注意的是 12小时断食只是适应期 要慢慢延长空腹时间 才会有明显的减重和保健效果 我断食接近4年了 坚持每天一天一餐 下到理想体重后 我给自己下目标 3天一天一餐 第4天一天两餐再重复 这样的频率可以维持不负胖 也偶尔可以放松一下 不会太难熬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 此研究报告 与2016年刊登于JAMA Oncology 是一份具有权威 并且已被各界广为引用的报告 显示 断食及增加夜间空腹时间 能有效降低血糖值 提高睡眠质量 以及降低乳癌的复发率 谢谢大家 顾客